回頭看這份報告非常有趣 你剛剛說是一個重磅報告 然後600多頁 50多位學者 寫了兩年多 然後秘密寫 還避開一些親共者 簡單說他們在反省 也就是法國 尤其是軍方系統的 這些智庫單位在反省說 我們這麼多年來在跟中共打交道 我們到底了不了解他們 然後現在我們看到一些東西 我們也這幾年來看到 他剛剛講說對澳洲 對加拿大 對瑞典 對一些東歐國家 乃是對台灣 香港等等 他們這麼多做作為 我們這麼理解他 我們這麼詮釋他 那麼也就是說法國這一批人 想要把他們最近這幾年來 看到東西把它拼起來之後 拼成一個圖像來 然後那圖像去檢視說 這跟我們過去認識的中共一不一樣 雖然他們把它叫中國 但實際上是中共 所以這標題叫做中共影響力行動 所以我把它看作是一個反省 那麼我們回頭看在歷史上 法國的外交有它的特點 滿清末年的時候不是列強侵略中國嗎 中國當時被打得很慘 所以當時中央就問這個地方上這些大臣說 你們跟外國打過交道的 那這些外國人到底想幹什麼 他們來到這邊不跟我們下跪 然後不參加我們的這個朝共體系 他們到底想幹什麼 大概是李鴻章比較懂了 李鴻章為首這篇講說 是他們外交重點不太一樣 英國就想賺錢 俄國想要我們的土地 法國想傳教 這當時歸結才是重點 那你說土地很重要 對 錢很重要 那傳教為什麼重要呢 意識形態 它很注重就是思想跟觀念或文化的傳播 然後法國注重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只要外交 我們就說法國外交有這個特點 第一呢 自尊非常強 強到什麼地步 就是我的外交希望我自主 你們別人不要干涉 一些大國不要干涉 因為我曾經是大國 法國覺得說我現在還是挺大的國家 還是挺強國家 雖然我可能不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就是注重的價值觀 就是我剛剛說的 這個滿清時候他注重傳教 連清朝的地方大臣都看出來了 現在他注重什麼 他強調民主跟人權 是不是這樣 是 你看到就是從1989六四事件之後 很多這些民運人士 他們外逃 法國接受了很大一批 對 當時大家想像不到 他說為什麼 我說很簡單 因為他注重價值觀 這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他當然不是 他不說注重價值觀 就是完全放棄商業利益 所以他的兩邊在平衡 所以他法國我剛剛講的 他又希望說賺到錢 又希望說能顧到價值觀 當然每個國家或每個領導人 在不同時間的時候 他的權衡可能不太一樣 但他的確把這兩者拿來權衡 所以這點 倒是我們可以肯定他的 所以這第三個觀察 第四我們從這份報告 雖然現在的全文 我們還沒有完全看到 但是我們看到一部分 我們已經看出了幾點 他正在改變他對於中共的基本觀察 過去我們知道就是法國跟美國 甚至歐洲國家都是這樣 他們對中共的懷有警戒心 因為他畢竟相信共產主義 但是當他開始改革開放 推動經濟推動怎麼建設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他可能不那麼共產 這第一個 第二就是他們一直 這些歐美人是一直有個期望就是說 我們是這樣民主化過來的 希望你也這樣民主化 怎麼民主化呢 當你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 中產階級有一定數量之後 你們受不了原來政權對你壓迫 你就想改造這個政權 然後就民主化了 所以他們期望中國大陸 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 能夠帶來和平演變 能夠民主化 美國早年也這樣相信了 川普以前這麼多人總統不業 都這樣相信嗎 現在突然發現走不通 走不通 不但走不通 而且我們可能養虎遺患 所以既然走不通養虎遺患的話 那我們怎麼辦 這份報告談就是問題 但他還沒講那麼多 他現在只是說 我們看哪些事情 這事情讓我們不舒服 譬如說現在香港反送公共問題 然後武漢肺炎 你隱瞞疫情問題 然後又一蹭疫抄底的問題 然後這段時間你威脅台灣 然後南海你說不軍事化 你又軍事化了 然後你又推出海警法 然後你可以對人的民船開槍 然後你又去威脅台灣 然後又搞戰狼外交 然後華為又到處擴張 又抄我們的底 然後你又滲透國際組織 你又在全球統戰 你又搞千人計劃 你又搞大外宣 然後還有你前面講的 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然後鎮壓法輪功 鎮壓西藏人 新藏跟外界民主人士 所有這些東西請各位注意 不是我們大家在數它 我們現在只是幫大家列舉出來說 國際上用什麼標準去看待中共 也就是說我們把這些事情 都加動起來看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中共這個政權 我們不能接受 我們交朋友不也就是看這樣嗎 他是不是喜歡占便宜啦 他是不是喜歡背後跟人家搖耳跟著啦 然後是不是會就搞一些什麼不好的手段 或是不是太貪錢 我們是要看這些東西 也就是我們在看人的時候看人品 看國的時候也看國品嘛 是 我們不去看這些東西嘛 所以國品怎麼看呢 把這些東西加起來就判斷說 他是什麼樣的人什麼國家 好 這個報告裡面還講了解放軍的三戰 就是輿論戰 心理戰 法律戰 簡單說就是希望能夠不開一槍一彈的 就能夠解決對手 扳倒對手 我們從頭到尾跟大家講說 我們說中共想要這個赤化全世界嘛 他們沒有改變的想法 從來沒有改變過 只是在對他情勢不利的時候 他會少的時候後退一點點 當他情勢有利的時候 他說我會大踏步前進嘛 這是他一直講的話 所以他真的相信這東西 然後這報告裡面就比較詳細的講說 600多頁嘛 就仔細講說怎麼滲透海外的華人社群 怎麼樣滲透國際的媒體 怎麼樣外交跟人家打交道 怎麼樣利用經濟跟商業利益去買通人家 怎麼樣在政治 教育 文化跟智庫等各個領域 來擴充他的影響力 然後來減低人家影響力 他裡面畫了幾頁的篇幅 特別談到孔子學院 過去我們也談過 孔子學院的法果還不算太多 他已經列出來在美國多 在英國多 在歐洲一些國家多 在法果不算多 但他已經警惕到了 他簡單說孔子學院就是 中共的統戰部門 然後用漢辦漢語辦公室的名義 然後在全球推廣影響力的一個作為 所以我們要注意他 然後他們在報告裡面列舉說 現在中共的這個三戰 輿論戰 心理戰什麼的 這三戰 台灣跟香港是它第一線目標 現在香港已經被打扁了 台灣現在它在積極深入當中 紐西蘭跟澳洲是第二線 然後將來就對付美國跟歐洲這些國家 那有趣的是這份報告 還特別注意到法輪功被打的情況 把活摘器官的事情拿出來 詳細談了 把他怎麼打法輪功的事情拿出來 詳細談了 把他怎麼去打神訓這件事情詳細談了 然後甚至講了華為在這些事情當中 他扮演了部分角色 這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報告 對於中共的這種全球統戰 跟擴張的這些手段 算是一個比較清楚的勾勒 從外交 從商業 從統戰 從文宣各方面做了介紹 將來我想我們還可以詳細再談一談 因為他對台灣來說 乃至對全球華人來說 都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獻 老師 我覺得他大篇幅談法輪功 是很值得關注 因為加拿大清他也司長 他以前講過說 中共打台灣的他的各個使館的網頁 還有五個 打台灣的 打新疆 打西藏的等等 但是他說只有一個有兩個banner 法輪功有兩個banner 其他都只有一個 所以你要研究中共的滲透跟擴張 你一定要看他們怎麼對待法輪功 沒有錯 非常多的手段 是的 那團文爹請教 桑弗怎麼看 這個報告是非常重磅 那出資美國的手 這些報告是非常多的 你從蘭德公司一直到中國 美國的國務院出了很多報告 但這個報告有些內容是值得講的 這個報告的定位 就好像明老師說的 是法國第一次 我看到這麼重磅的報告 出來從法國的手筆來去講 那從四個方面 他講到中共的目的 是要超越美國 而且加諸中國模式 中共模式到全球去 這是第一次講得很清楚 三戰 剛剛也講到 輿論戰 心理戰 法律戰 而且參與的地方 黨國 黨政軍公司都會有 而且中共在海外擴大 影響力的行動非常大 港台成為中共的 政治戰的第一戰線 第二戰線 第二個層面就是到澳洲跟紐西蘭 第三個就全世界 所以這個地方也看得到 中共要維護全世界的一個趨勢 有非常宏觀的認識 是相當好的 有兩個新的資訊可以給大家的 一個是三戰的指揮部設在福州 連地址都提供出來 福州古樓區梅竹路77號 這個地方是311基地 311基地 也稱之為解放軍61716部隊的地方 講得這麼詳細 是福州那個地方 是用一個紅色的字寫著幾個大字 就是游泳池 這個地方就紅底黃字寫在那個前面 但是在後面幾十米 幾十公尺的地方 就是它的總部 照片都出來了 照片都出來了 所以你看到途中 那個地方很清楚了 而且那個海峽之聲電台 中國華裔廣播公司 都是人登記在那個地方 派到那個311基地去做事的 那個華信培訓中心 也是後面葉簡明也是 上場有個叫何志平嗎 那時候跟葉簡明在一起 大家知道那個故事 所以那個華信培訓中心 也是跟這一群人有關的 所以這個美國一個軍事專家 叫Mark Stokes 石敏凱 他講說這個作用 311基地作用 就是中國六個常規導彈旅的作用 所以非常不透明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指揮 有部分的名稱 從鄧長與宋海航 王素 銀鴻文等等 都是引述在報告裡面 所以是有資料有證據 甚至跟台灣有關是什麼 這個311基地 據報告所說 可能是針對2018年台灣選舉 假新聞宣傳戰的幕後黑手 而且這個地方也寫得非常清楚 所以大家知道 這個是一個 用這個方式 隸屬於那個 以前叫總政部 現在叫戰略資源部隊的 政治工作部或網絡 那個系統部裡面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骨幹 第二個呢是 跨國鎮壓的問題 就是說在海外的 反共華人 他要展開 跨國的鎮壓 收集情資 派人進去滲透 監控 必要時候 關鍵手起作用 撤反 所以他有兩招 一個是控制那些 有可能威脅到他們的人物 或者力量 比方說一個台灣人 在台灣或者在全球各國 或者說一個中國人 移民到美國去 那這個地方他要控制 監控 那這個一個 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被洗腦 願意仇用 那這個地方 要動員你來支持中國 所以一個是大棒 一個是胡蘿蔔 這兩個加下去 主要是用個意識形態來包裝 叫中華大家庭 中華民主偉大復興 是把所有東西弄成是 中國血統種族主義 來當作中國人 就今天你移民到哪一個地方 你不可能因為取得 該國的護照 而成為當國的人 本國的人 而是還是始終都是 都是中國人 最後的是以血統 做統計 滲透 長期施壓 恐嚇 威脅 騷擾 脅迫 動手 甚至威脅國家去逮捕 跟引渡的一個根據 所以他說是一個全球最精心謀劃 最廣最全面的 跨國鎮壓集團 是這個意思 這是第二個 那回到剛剛的問題是 法國現在駐美大使返回駐地牢 那這個時候公佈 那以美國為首的抗共的維度 有什麼樣的影響 剛剛明老師也分析得非常清楚了 其實法國是心裡面不滿 他覺得說 美國是搶了他的那個 那個在印太地區的一個 有若干的那個 那個說話的權利 某程度上我不能否定這一點 美國是全球一盤旗來倒 在歐洲基本上是NATO 就北約 在南邊有AUKUS 在東亞有美日安保 美日安保有AUKUS 會有接軌的地方 所以在這兩個後兩者之間 沒有法國的影子 所以他覺得說 我起碼要把這個報告亮出來 告訴你說 我是關心亞太的 我是關心印太的 這地方是毫無疑問的 這個第一點 第二個事情要彰顯給美國說 你不幹我來幹 我來好好去做這個事情 我絕對有實力這樣做 所以這個地方 一個是跟美國叫板 但實際上要展露他的實力出來 站在台灣 站在這個全世界抗共的人的立場來講 當然是多多益善 但同時我們覺得說 法國跟美國會不會有本質上的衝突呢 我覺得沒有 到真的要有戰爭 或者說要有個抉擇 要你面對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會在一起的 那法國最近是跟 有很多自己走自己的路的地方 剛剛明教授講到印太地區的合作 那個戰略聯合的公報 公報是歐盟方面的 那法國也是跟希臘總理簽署了 一個兩國的國防安全的諒解備網路 而且明年是法國是成為歐盟的常任的 輪流的主席國 它也是非常主導歐盟的政策 而且法國也是在這個月 4號到11號 會去有參議院的人 有台灣研究交流小組來訪問台灣 對 所以各方面你會看得到 法國是自己真的是有出力的 但是我們當然多多益善 但是朋友越多越好 但同時我們也不要太顧忌 法美之間的那個矛盾 因為到抉擇來到的時候 會煙消雲散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 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優質的節目